周杰伦地表最强群回演唱会二年半来已举行115场 17日亚洲最后一场在澳门举行 二姐将会特地现身支持 他更开心与全场歌迷唱 这也是他宣布封卖后 难得开金口唱歌 他笑说 以前我是他贵人 现在他是我贵人 周董和二姐感情好 当年他和方文山合作第一首卖出的歌就是《洛宇生》 二姐会演独剧 也因此建立了与周董的好交情 两人私下常用讯息互动并且相互关心 周董常邀约二姐到他各地的演唱会 顺道出来旅游走走 没想到这次地表最强演唱会在亚洲的最后一场 二姐真的展现说走就走的随性 他突然出现在澳门替周董演唱会打气 一直到二姐在现场 周董除了紧张 更笑说有天后中的天后坐在下面 今天更要认真唱 演唱会进行到点歌桥段时 周杰伦特别向观众介绍江慧 现场欢呼声不断 他也在现场分享了与周董的小故事 他表示周杰伦与方文山所写 二姐演唱的《洛宇生》 这首歌是周杰伦与方文山第一首卖出的歌曲 也是二姐会演读剧 并且大胆给新人机会 二姐开玩笑说 当初我用你这首歌 所以我是你的贵人 这首歌大卖 我也靠这首歌赚了很多钱 所以后来你是我的贵人 一讲完周董立刻纵一摔 笑说 本来不是在讲温馨的故事 怎么突然转到赚钱 二姐在现场点唱《道香》 并要大家跟着周董唱 他说因为二姐封卖 所以请二姐说说话不用唱 但没想到全场歌迷大合唱时 二姐竟随着全场歌迷哼唱了几句副歌 事后二姐笑说 因为这首歌我太喜欢 现场气氛也太好 就忍不住跟大家哼了几句 周董一下台立刻跟二姐说 太意外 也谢谢二姐为她开惊嗓 众人也围着二姐鼓吹她在开麦办演唱会 二姐直笑说 我现在很惬意 看看别人的演唱会就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